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会在北京闭幕了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近3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峰会 观察人士注意到出席这次带路会的西方领导人 只有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和瑞士联邦的主席洛伊·特哈德 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大国对是否参与持谨慎的态度 不过川普总统还是派出了通晓中国事务的总统高级顾位 马修·伯廷格率团赴会 为什么西方大国普遍对一带一路持谨慎和观望态度 美国派团参会是否意味着川普默许北京扩大其影响力 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先生来演播室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 欢迎海斌 周三好 都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的一个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一个产物 那么毋庸置疑他是当然想着要给自己建立某种政治遗产 或者政治资本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层次的这样一个战略 他毕竟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目的性 他的主要的宗旨是什么 因为他不是说最近才提出这个 最早是13年的时候就提出来 就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就我个人的观察也我觉得他有四个层面的宗旨 第一个层面从由低到最高 第一个层面肯定是最基础的一些 比如说基础设施的那个输出建设 包括一些食品贸易方面的那个和周边国家的那个交流 第二个层次可能是涉及到建立一种地区经济的那个经济共同体 一样的那个层次 比如说将这种交流和那个制度的规范上升到金融层次 上升到货币层次 然后第三层是中国想作为 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 新型的那个国家关系或者一种国家秩序 然后在这个之上还有一种就是输出这种价值观和理念 比如说那个包容性发展啊 比如说平等互利啊 这种就是说相互怎么支持 但我觉得这目前而言就是说 只有这基础的这个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 和食品贸易方面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发展 其余几个还有待观察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 你给中国的一个方案出来 如果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个战略能够最终实现的话 或者是说部分的实现的话 会给整个的这样的全球的这样地缘政治的格局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提出 就是这一届政府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的观点 很大程度上受了回应 就是说西方怎么去看待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 他该怎么样崛起 他同时也是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交代 就是说他用这种关系来说明我们的崛起 是一种和平的方式 不是一种侵入式的 因为这种丝绸之物在古代 其实不是说一个很政府主导性的 就是中国政府其实更多是一种民间意义上的交流 这种交流 正因为这是民间意义上的交流 所以更多是一种和平式的互利互惠的 中国目前把它作为一个官方的那个态度 你看海上事实的话 同时也禁用了当初明代那个就是说 正和下西洋 那个也不是一种就是说那个很威逼式的 而更多是一种那个宣扬大国风化 与邻交友这种就是说 最后从我们的那个我们付出更多一点 就是说帮助了一些 然后你获得万钞来万国来潮这种感觉 就是说他现在想经历这样一种新型的 大国的那个融光关系 我觉得虽说表面上看来 对地域政治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如以你中国对别的国家的那个好处给多了 然后帮助人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你在无形中你这种影响力就增大了 就是说这种潜移默化的那个 对地域政治的那个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说一种他采用的是一种那个就是说 随风且入夜那个就是入戏无声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过去那种就是说看得非常明白 那个直接以利加油 他就是说一种着眼于长达百年的 然后着眼于一种就是和平的 平等互利的那个不是一种侵略式的 不是一种高压式的方式 来跟你交流的方式 来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确立 就是说中国的一种那种大国关系 就是在为了不让有人担心的情况下 确立起中国的一种大国关系 那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或者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项目 会给美国的在全球的利益 会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侵害或者是冲突 这次美国政府就是川普政府 派了一个比较低级别的那个代表团过去 就是说可以说是至少是维持了表面上的 那个礼貌性的那个就是 同时他这个团长那个代表 他过去发言的时候 也只是集中在那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他认为说中国的一来一路 目前也主要那个就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而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相关经验 所以说希望可以和中国合作 来个共同把这方面做得更好 但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但没有涉及到很更高层的地缘政治 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大家是相互有默契 就是说目前肯定是会影响的 因为中国影响力提升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美国作为 投号大国的那个影响力 而且从参会的那个代表国和国家联系来看 不只是一带一路这个物理 那个这个地理上的范围 你看包括那个南美洲的那个这个国家 阿甘廷 自立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去了 然后非洲的东方一些国家也去了 他说他其实不只是纯粹 就是说很局限范围的一个 就是说地理范围上的一带一路 而是更是作为一种中国 作为的新型大国崛起 然后怎么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然后中国怎么看待将来一种 要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子 其实是在表明这两方面的那个态度 这两方面的态度一旦表明了我觉得肯定是 对美国的那个全球利益是有影响的 因为不管说是实际赚取的那个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也好 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好 这都会是相对而言是会那个缩减美国的影响 你看他这个实践也行得挺好的 正好在川普上台的时候 川普又是一个以美国当心而占取在国际那个领域 那个让美国的那个对外政策有所退缩的那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中国才大战旗鼓的就是推出这个 你看其实这个一带一路也推出已经好几年了嘛 为什么当川普在这个时候 选取到的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会议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准结过去的经济 另一方面肯定也是因为选择这个时候 川普的政府在国际领域很难有所作为 正好是中方介助的时候 也不能说川普就是说对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不够重视 他派出的这一个代表团的这个 他是他的白宫的一个顾问了 应该说还是一个中国通的 他曾经是作为美国媒体的这个驻北京的记者 有七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不是也说明实际上川普总统还是希望 就是美国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的 而不是完全的就是站在这一个项目的一个对立面 当然不是在那对立面 我刚才也说了 他作为一个商人 川普也是实际 而且他的目前的国内政策的那个首要对位 就是要提升国内的那个机会啊 这种救力这种东西 然后包括振兴美国经济 参与到一带一路 如果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国和美国能够相互承担那个成本 然后相互得利的话 这个对美国是有利的 同时其实对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 如果中方比如说大大地提升 这一带一路这几个经济带之类 国家的那个那些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水平 那么他们人民消费的那个层次也会提高 然后他们那些消费品哪里来呢 很多时候会是会从这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那个进口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那个执行方面 美国欧洲是有一些担心 你看这次那个欧盟副主席 他就没有在那个最后出的那个《银河公报》的 那个签名的那个里面 包括他们也就是把他们对这个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声明 是持一定的那个保守的态度的 就是为什么西方这些大国都对一带一路 持这么谨慎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可能也有好几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最低的层面包括这个投资方面 融资方面这方面的透明性 中国至少在过去的那个对外援助 和对外那个交流方面 这方面透明性是做得不太够的 所以他们担心在这一点上 是不是会让那个就是接受援助 或者这一类一类的国家会承担更多的债务 这些隐形债务加起来会让这个国家 难以承担会造成更大的那个动荡 同时在另一个层面 比如说中国过去的那个对外援助也好 对外那个就是和国家经济合作 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好 被很多西方人这个媒体也好 政界人士也好 认为是一种挖掘当地的那个资源开发 然后不顾那个环保和那个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你看这次那个就在这个开会的那个峰会的期间 中国的四个部委 包括环保部那个发改委 然后商务部和外交部 联合推出一个人家说 关于推出那个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那个指导性方案 就是为了企图去为了那个就是说 像世界表明就是说中方推访这种一带一路的政策 其实是做好了 让可持续帮助那些国家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纯粹是为了攫取一种经济 或者是资源上的利益这种准备 但是这个方案本身目前来说 至少是写的很笼统的人 你还看不到他就得怎么执行 但除了这些西方国家 西方大国给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这样的压力之外 中国在内部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当然这个中国的政府是一个相当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但是国内你觉得有没有任何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压力不在于就是说比如说反的意见或者那些东西 我相信在这种这一届政府作为一种首要的一种顶层国家战略层次来推广的话 遇到压力可能性会很小 更多的是出来一种内容建设性 像刚才我说了最开始说的那四个层面 目前仅仅只有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方面有所建在 其他三个层面都还是非常模糊的 而且中国在这一块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录 就是说你拿什么去输出你的那个价值观 你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 你过去美国民主自由这些东西 以这些为基础经历了联合国 然后世界银行 那个这些货币基金组织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有一套明确的理念在这里 然后你中方想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目前还看不到背后的一个核心理念的那个支撑 现在所引用的那些东西都基本上来自于古代的 那些东西很难没有系统化 没有一个很由内到外的一个整个标准的那个支撑 所以我比较担心这一点 好的 今天我们谈到这 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